我决定换一个棋 这个 开局 当头炮 开局有很多种 当头炮 屏风马 飞向 仙人指路 巡河炮 都可以 但是我比较熟练的 就是当头炮和飞向 开局 两头蛇 好 先怼他一个足 抓他这个马 他应该是飞向 他应该是飞向 高手 这个人是高手 会下 当我也不赖 我也不赖 恐惧 十万一只手 和下神速写吧 和下神速写吧 挡住 拉炮 不拉炮你就回去 往这条可以 那没事 你不要想过河 这个马是不能让他过河的 你知道吗 马过河就太厉害了 但是我的马也要过河了 接上 不可以 你回去 不会让你过来的 我跳马 我跳马了 准备 要用马导师 你这个马跳的呢 有点看不太懂 来往这跳 他变马腿 我可以吃他 一步两步将军抽鞠 很危险的 但是他肯定会看得到 所以当我走这一步的时候 他可能就要压我了 用炮把我压住 但我现在是抓他的马 我走这一步 他最好的方法是用炮挡我 他用炮挡我 我怎么办 他往这里走 你看 我现在把他这个炮打了 你打过来 你用马踩 我跳马 你挡我 对吧 你挡我 我怎么办 我上前抓炮 你出局 我跳马 你走炮 我抓炮 你出局 我打过去将军 你知识 你知识 我上江 结束 他可以把我吃掉 我马在这 他在这 老江在这 我要跳到这 OK 没问题 一步算八步 再下电竞许盈川 搞事 出的位置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好 那我先给你来一枪 你知识 我上去 你吃掉 我跳马 可以 我双马连环 我双马连环 你抓我 没用的 将军抽鞠兄弟 没了 鞠没了 你搞的不扯啊 那我再上一步 你怎么办呢 强行抓鞠 你怎么办呢 呦 有点东西 小军抽鞠兄弟 小军抽鞠兄弟 没了 你怎么办呢 我去找你 你怎么办呢 我去找你 今天 还未 达不了 搞搞水有赛还是不错 缺有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当头 当头炮对屏风马 中华五千年文化 汇聚一次 但是呢我们不用 我们又有一首飞向开局 那个人是麻瓜 我胜率很高 我胜率很高 我胜率88.5 我不能把他 我吸他一波分 我吸他一波分还是可以的 上来直接打我的马 群和狙 先把狙 他拱兵 我们也拱兵 你吃我的 我是你的反手 打你这个马 你炮宝 我后面也有炮 你先走 跳马 我拱过去 憋马脚过不来 我这波把他挡住 不求抓你马 你如果往这里跳 打我这个马 我穿攻 他往这里跳 那基本上 就说明他的水平不是很高 就他上来打我 那个就就说明 他水平不高了 我们先来一波穿攻马 我现在开始进攻了 狙马炮归边 你看这种骑士完美的标准的 狙马炮 有组织的进攻 马后炮 而且是归边的 威力无穷 我先一步两步将军出来 怕一拉将军死 但他肯定是能察觉到的 先往这边跳 这一波跳过来 打我这个炮 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子弹炮保住 但是我不能将军了 为什么 因为对吧 他狙在这里 先卡位了 卡得不错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把这边狙拉出来 把狙掉过来 送狙给他来手 送狙错 抓我这个马不太可能 这个马你是肯定抓不了 我先暂时性保一波 暂时性保一波 拱兵 这个拱兵没有任何意义 我把这个拉过来 准备给他来手霸王狙 好 你看我没有起 回 回一跳 你看狙马炮又跪边 你看 打 马后炮 打你狙 你不能吃 吃我 对吧 我就把你狙吃了 狙很厉害 狙是不能换掉的 知道吧 把他憋住 别动 把炮往上一拉 打 看到没有 非常的这种配合 非常的巧妙 来打死狙 啊 吃 吃 吃 先抓他这个码 抓马 其实那是肯定抓不到的 我心里有数的 他炮拉上去 你看这波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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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给跳过来 将军他把我打了 我强行之许 但他这边保住了 对吧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不急 不急 我先把他中兵吃了 我先把他中兵吃了 我就把他这个鞠 卡住 让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小 这波他他意识到了 他出鞠先饱炮 这个人还是有点水平的 我现在有什么 上去打打将军 他憋马腿 但是呢 没有意义 他能防得住 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不急 我往这里一拉 我瞄着你这个鞠 我马上也给你搞事了 准备 我这么跳将军 他吃我的 我打鞠 他先让开了 往这里跳 他知识 对吧 那OK 我们这个就不动 我这个放在就不动 我往哪里 往哪里走呢 我这个鞠 我这个鞠 先把它拉出来 拉到象眼位置 假装要吃象 假装要吃象 他像如果往这里飞 我再吃 我不能吃 他这边有个鞠 他往这里飞 抓我的鞠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 好 他上去保 这个保的话就显示出来 他的水平并不是很高 并不是很高 我们现在怎么走 我想想看 我的马位的还是不错的 我先往这里拉 先看住他这个炮 好 他要跟我硬拼 这个人要跟我来个鱼死网破 我们不跟他拼 我们不跟他拼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菜鸟才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对齐 对齿 知道吧 我不对 我回拉一波 回拉一波 就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马既能防守 也能进攻 非常棒 不急 他挡 挡我的这个炮 不让我去下底 成底将军 我其实暂时并没有成底将他军的意识 没有 不急的 我们先考虑一下 吃不能吃 吃是不能吃的 我想一下 我现在 从左边进攻还是从右边进攻 这个要搞清楚 他现在防守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到位的 我先把我的炮拉回来 我还是把当头炮给炸起来 药子 当头炮先把他架起来 当头炮先架起来 他将我成底 没什么用 这个是 他如果拉开 我把他这边看住就行了 不需的 我等会过来盯一波 他肯定要拉下去 他直接先过来保住 好 可以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往这边一拉 等会给他来个双鞠 硬将 绝杀 下一波是绝杀起 他必须要解齐了 必须要解齐了 不解齐他就死了 因为我下去将 他吃我这边将 他吃我这个将 所以下一波是绝杀 他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我给你点机会 让我先还是该吹还是要吹 分数一些 现在到我给你放 他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是他 我怎么办 我怎么解救 小老板 死 走 走了半天 他把炮拉到底下 他以为他将不死吗 并不是我的心思 88.49%的旗友 想当年我一个绰号叫电竞许盈川 好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先提前一点时间下播了 晚上还有点事情 明天不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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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